我们想在观音堂办免费儿童书法班 借此度孩子的家长在佛堂以外的房间里上课 但是小孩子难免会有吵闹 影响到佛堂里佛友念经 请师父慈悲开示 是否可以在观音堂佛堂以外的房间办儿童书法班呢 可以啊 众善奉行嘛 我们心灵法们本来就是要帮助别人的 如果很多家长愿意让在海外 愿意学中华传统的文化 有什么不可以呢 就让他们学嘛 对不对啊 所以只要不影响观音堂人家念经就可以了 找几个我们的义工管住他们 他们吵的时候 噓 阿姨他们在念经 让你变得更聪明 读书更好 明天妈妈看你这么乖了 就会买糖糖给你吃了 明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感恩师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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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恩师父伦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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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